来自北部的北海福伦社在水里山工的牵线下 经过半年的申请 不但获得全球奖助金 也在水里乡永兴社区 打造了具备全套器材的烘焙坊 并在大家的共同参与下正式启用 我们这个烘焙坊设置点 在我们永兴扭温路社区 也能帮助这个课程 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 也能让这些 能走出第二村的 事业 学习雨季资产 还有这个课程 有烘焙 也有行销 希望能带动 永兴社区 能够有更好的观光的潜力 能带动地方的农业 生产的经济的来源 除了打造完善的烘焙坊以外 北海浮轮社也认为 抓鱼给社区吃不如交社区钓鱼 因此开发行销课程 也协助社区将产品在电商平台来贩售 所以我们从去年有个计划案 要给他们做一个职能烘焙的计划 然后我们从国际 福伦社里面申请了七万多块美金 来帮他们做职能烘焙的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案为了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又成立一个平台销售的课程 希望在未来他们所产的面包什么东西 除了可以销售一些全国各地以外 在他们三清所生产的一些水果蔬菜 我们也可以帮他顺便销售 然后把这个慢慢做大 然后以后别的乡镇的销售 也可以来这边一起销售 先议员陈主委感谢福伦社对于地方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能够协助社区发展 今天要感谢我们台北北海夫人社的社长 邀请了很多社友共同出钱出力 在我们水里香永兴社区这边设立了一个烘焙房 那整个征会总共是两百多万 那今天到现场看到的整个烘焙房 设备的会场齐全 然后可以提供给我们水里香 一些在地的年轻人来这边上课 重要的就是说培训这些年轻人 学到一技之长有一个专业 但是后续的行销也是非常的重要 再次的感谢台北北海夫人社 长期以来对水里香在教育方面非常的投入 集合大家用心与爱心的烘焙房 是相当专业与完善 而且还有水里香工专业 且有证照的老师来授课 学员们都相当的认真 大家都很有信心 汇集众多单位资源的烘焙方 将以永续经营为目标来继续发展 记者邱平一 水里采访报道